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在這個題目就知道我今天想說的東西是 是關於漂染頭髮和頭髮護理 本來我是沒有特地打算拍片去說漂頭髮的 但是因為經過這一個多月 我發現自己漂染頭髮的髮質竟然可以比美 甚至比我漂頭髮之前好 所以我就想拍一段影片說一下 也有很多很多人問我的頭髮在哪裏染、哪裏剪 我就是在銅鑼灣的salon找一個女生的髮型師叫做IO 她是幫我做這些事的 我染、加剪、再加票 總共用了三個多四個小時 價錢是一千元上下的 你們也可以去找她,我都會放她的資訊在下面 也有很多人問我究竟染的時候 是跟她說我要什麼顏色 我跟IO說我想要一個灰紫色 亦都上網找了一些不同的圖片給她看看我想要的效果 但是她跟我說那些紫色其實是很快很快就脫掉了 但我也很堅持,我很想試一下 誰知我那天一染完頭髮是很滑、嘟嘟的那種鮮紫色 或者是有點像楊千華那種紫色,沒有那麼紅 我是很害怕 我真的在salon那裡差不多哭了 但是IO就跟我說紫色是脫掉得很快的 結果我洗了兩三次頭髮後就脫掉了一個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歡,我現在都很想念,就是上次說網上購物的紫色 是一個婚衣草,但是比較HDD的顏色 但是我自己太划算了,去了沙灘 結果一秒鐘就沒有了所有的紫色 慢慢地就脫掉了一些顏色 現在變成了一個比較HDD的金啡顏色 我自己也挺喜歡,我覺得它脫掉得挺漂亮的 而關於髮質方面,大家都看到很順滑 不會說很容易斷的 但是當然不是完全沒有染過頭髮的髮質 而且我自己本身天生是軟底的 所以也有一點影響 但是我覺得絕對是收貨的,這個染完髮的髮質效果 我很相信Salon那邊的票粉其實不差 染髮質也是用Chichido Professional的 而且我之後做的護理都應該挺恰當的 去成就對一個票染完也沒有太傷害的髮質出來 好了,那票頭髮的經歷和感想就大約是這麼多 現在就開始我們的頭髮護理部份了 最重要的是洗頭 大家都知道,你票完頭髮後 有些人為甚麼會票完很噁心 變成黃廣草,變成黃金、啡黃色 很噁心、很不漂亮的顏色呢? 為甚麼又有些人可以一直保持一個很漂亮的灰色 一個エッシュ的顏色,比較牙齒的顏色呢? 就是洗頭髮 如果你不用一些專門為票頭髮去黃的洗頭髮 其實頭髮就很快就完結了 這支就在網上,Look Fantastic的網上訂購 一千米一粒是二百五十多元左右 因為紫色和黃色其實是一個contra的顏色 所以用一些紫色的洗頭髮可以令頭髮不快變得很黃 或者黃色很快就出來了 如果這個頭髮是票到很灰白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出到紫色出來的 但我的底色實在太深了 所以是不能出到它的紫色 而且它的紫色因為有票染的功能 因為很多人是要戴手套去洗頭髮 但坊間,其實香港很多地方都可以買紫色和去黃的洗頭髮 為什麼我要特意上網訂購呢? 很多紫色的洗頭髮是會洗雙頭髮的時候 所以很多人就算染灰色 去保持灰色也好 你會看到頭髮越洗越差 然後越來越刮 越來越好像中間會斷 但這支你洗完的時候 絕對不會覺得你的頭髮的質素變差 我自己就很喜歡 而且也不算很貴 平時你買一支洗頭髮 500ml也差不多100元 這支這麼多功能的洗頭髮 都是250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考慮票染頭髮的話 染灰系、紫色系、藍色系的話 都可以考慮這個品牌 然後就到一大堆護髮產品了 這支的牌子叫做Joico 我在香港買的 是一個有少少顏色的護髮素 它自己就說是Color Balance Purple 但它擠了出來 顏色實在太淡了 我覺得它完全沒有幫過頭髮去平衡顏色的功效 但是呢 這支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它的味道是很香 它是有那種salon 你去到洗頭店 永遠它們擠出來的洗頭水和護髮素 都是香很多 和在街外買的護髮素很多 它就是那種 它洗的時候你會感覺到 頭髮是會給一個保護膜保護住的 價錢都好像大約一百一十幾元 這個我就不記得了 大家看回樓下Info Bar 我到時會更新價錢 我覺得都挺貴 因為它只有300ml 單單靠護髮素 其實收護效果是絕對不足夠的 所以每兩三天左右 我都會用一些髮膜的產品去代替護髮素 這一瓶是Essence的 我在日本買回來 其實我覺得坊間 無論是Fino 也好 Zubaki也好 很多不同的髮膜 都是效果差不多 但是呢 用護髮素和髮膜 這兩樣東西 都是不足夠的 通常我每兩個星期左右 會去焗一次油 這個是Milbourne 在日本有得買 也有觀眾跟我說 HKTVmall是有得買的 甚至乎有很多不同的 salon 髮型用品店 都會找到 裡面一盒就會有四支 每個星期用一支 就完成了一個療程 如果你是沒有漂頭髮 或者是沒有染頭髮 這一款我都覺得是很好用的 但是如果像我這樣 想保持這些頭髮顏色的話 我是買了和剛才護髮素 同一個牌子 叫JORCO的Color Butter 這個裏面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個好像顏料的顏色 很稠 一樣都是一個很香的產品 它是一個頭髮顏色 如果頭髮夠淺色 它一樣可以染到紫色 但是我的頭髮實在 不是漂得太厲害 所以它也是可以保持一個 比較灰的顏色 所以我其實 漂染完之後 都做了很多很多的顏色護理 令到它一路不會掉到很噁心 我覺得這件事是要持續去做 不是漂染完頭髮 就什麼都不管 這樣才可以維持到一個 自己覺得很漂亮的 而且不會浪費了你漂染 那一千元左右的價錢 而它的焗油功效 我覺得真的蠻不錯的 大約都是放一大堆在頭上 然後包著它 我是戴浴帽 等半個小時左右 然後就洗了它 之後頭髮就會非常順滑 未來一個星期 你都感覺到自己的髮質是好很多的 然後就想說一些 無論你有沒有漂染頭髮 都可以做的頭髮護理 先說這兩支 大家因為實在太不密身了 基本上 由我開頻道到現在 都一直在用這兩支 就是一個在韓國買的髮尾油 它在今天這麼多東西 裡面 我最喜歡它的香味 因為有些香味是香 但太濃 和太過假 但是這個髮尾油 它是一個很清新而人的 玫瑰圓香味 我自己就很喜歡的 它的優點除了香味之外 因為它很清爽 它不會令頭髮一柱一柱 所以我很喜歡外出之前用它 然後晚上睡覺之前 我就會用這兩支的其中一支 看看那天的心情 這支其實都說過幾次了 我在iHerb買大約70元 這支出來的質地是比較稀 所以頭髮是會比較一柱柱的 但是它的收穫效果 是比起剛才這支粉紅色的 是強很多的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用 用了六、七支的 但是最近發現了另一個 我也很喜歡的 這個品牌 我想大家都聽過 除了在專門店之外 在萬寧都可以買到 售價大約$130左右 它的名字叫做 可可巴深層修護晚間髮磨 就是晚上淋睡前 就可以塗在頭髮上 它擠出來是一個霜霜 有點像霜霜 再黏一點 但是你塗在頭上 就不會黏黏黏 不會黏到枕頭 不過它是可以令頭髮有點一束束 但是第二天一起來 你又不會覺得頭髮出了很多油 或者很軟 或者覺得一定要洗頭的感覺 是沒有的 而且我覺得它收穫頭髮的效果也不錯 所以我自己都很推薦大家去試一下 最後就想說這兩支的髮尾油 它們有什麼共通之處 就是都有抗熱的能力 你們看到的這些內彎 全部都是用一些捲髮器夾出來 我每一天都要夾一至兩次頭髮 我上班是要夾一次 如果我要拍片 我在拍片之前要再夾一次 其實大家都知道 無論吹頭也好 夾頭髮也好 其實都是雙頭髮的 怎樣可以令它沒有那麼傷 甚至在你夾頭髮中間 其實可以做到收穫的效果 就是一些抗熱的髮尾油 這些其實我沒有留言 因為我也是剛剛在日本買回來 我純粹說一下 這個牌子的HONEY 是一個在東京表參 很適合有人氣的髮尾油 去研發出來 這些有抗熱能力的髮尾油 其實是貴很多的 這支是要這麼細支 八幾元 然後這支Mewborn 只有120ml 是要260元 我在香港的一些髮型用品店買到 我給大家看 我這支是為粗的頭髮用的 它是有分到粗頭髮版本 和幼頭髮版本 都很貼心的 其實我的頭髮不算粗 不過售貨姐姐看到 我的頭髮其實都很傷 就叫我用一個粗頭髮 它就會比較滋潤 再厚一點的質地 就可以更加好地修活 我一樣都是用GHD的髮夾去夾頭髮 其實這個髮夾 本身夾出來的頭髮質素已經是好一點的 但是用了這個髮尾油再去夾頭髮 不需要等的 你基本上塗完之後 它就已經吸收了大約七成左右 你再夾 不會出煙的 但是如果我用這些髮尾油 沒有抗熱能力 它就像煎雞蛋一樣 一夾下去就出煙 所以我也很深信 這種抗熱護髮油 是有它的功效 而且它可以令頭髮夾完 都不會傷之餘 會越來越好 好了 那我就分享了我這個幾月 染完頭髮票員的一些感想 以及我怎樣去護理頭髮 令頭髮票員都沒有那麼傷的產品 希望對大家有用 還有有些人很心思思想票頭髮 又不知道應不應該票的話 都可以用我這條影片 去做一個小小的參考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以及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對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